原文在座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給名牌校長日日認真執教 令到非常好學上進的兒子丁山考試之後 得到了政府高層內務人士賞識其才華 食貨的大官連發三封夥子厚皮公民信 因為學而優質事有利用價值 理所當然會受上司清磨 所以主任科長之職立即在供候好學之人 信號頭最後一句是說 望早日酒馬上飲 嘩,長期草根階層的丁山 今天有如此江宗耀祖的金榜掛名之時好機會 本應很高興激動 怎知他知道之後居然不把這件事放在眼內 擔心父母就心感奇怪 丁思遠就追問 兒子,你究竟是怎麼想的?學而至容 難道還會錯嗎? 你媽媽的十年日夜嘔心溺血 豈不是白白撞送了? 焦急難過的父親百事不得其解 現在面對面的兒子 又見他變得萬條絲理的樣子 兒子丁山他冷笑著說 嘩嘩,爸爸媽媽,你們聽我說 如果爸爸你那本幾千夜的記事 做一個月給我看的話 我就不會去考那些什麼事 決不會入那個考場 官場,又是是非場 我什麼官都不做 幸好現在還來得錢 丁思遠聽了 這樣才聯想到自己寫的那本記事錄 又名叫千日夜記事 是自己痛苦的記事 傳聞全部是在監獄裡長夜漫漫的有感記事 內容全部是無辜受害家散人亡的經歷 上個月兒子完成學業之後 就算是成年人了 為了他了解父母當年的遭遇 幾千夜記事 也包括兒子是怎樣入孤兒院的 兒子看完之後 什麼話都沒有說 但是過了沒多少天 就提出借十元雞之後 竟然離家出走 口口聲聲說要發展經濟 今天回來又表示堅決要放棄那份 眼前晉身極好機會的直上青雲天第一步 丁氏遠剛剛想認真聽我兒子說出 是什麼理由 為什麼的時候 忽然間聽見門口外邊 來了個郵差佬大聲叫 丁氏丁氏遠 高月明 快拿詩章出來蓋 收取相掛號信 是省督府發出來的 快點快點 門口外邊郵政局派順佬的大聲呼叫 令到丁氏遠就放了手腳 急急找到自己的詩章仔 好快就蓋在郵政局派出的郵政佬帶來的表格上 再加簽名表示真憑實據 嘻 丁氏遠又一次收低了散督的重要公民 現在成了急急忙忙的丁氏遠入屋裡頭 立即小心翼翼 拿剪刀拆開 送來家裡的政府高層內務公民 向上看有幾行字 夏聯那裏等有官府的印減 做父親的丁氏遠 口中就急急練出公民的官腔 如下 查 丁山學友 考試優良 業經推薦 上級恩准 主任課長 空缺後任 降音寸禁 密失良機 早日到任 公民催促 以達數次 未見複事 最後期限 僅許十日 如若超期 科長官位 即日取消 不作保留 多深遠 condiciones 東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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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洋 東洋 他不止不着急,反而哈哈大笑,接着又滋滋悠悠地说:"爸爸,你听我说,我已经想通想透了。 当年妈妈因为贫穷借钱读书,再去教学,爸爸你也同样屈身于政府那里做个小官员。 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太老实正直的人在人群去生存,往往会很吃亏,危险的。 结果你们双双入獄十年,多大的冤屈啊,太不值得了。 我要吸取这种大教训,我们不可以再穷下去,我们需要有些钱。 我们这种老实穷妇人,要有更高的智慧,不用直接和人太接近,不用直接去卖身。 朝急的丁思远忍不住了,就打断儿子的话题问:"什么叫卖身呢?" 丁先生就说:"做官的虽然高高在上,可以光耀顾理,和祖宗不在华下。 但是,到底是靠新金俸禄之人,应该属于卖身了。丁思远就再问:"哦,那怎样的人才不卖身呢?" 丁先生就答:"做花果山水莲洞洞主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他就没有卖身了。 种田自家自家自辣,也没有卖身。做那些下贱的小贩,同样是没有卖身。 不过,在孤儿院做事,就卖身了。 以前我丁某人目不识丁,经过十年的日夜功读上学,我已经有了很多感觉。 知已识之后,明白人群里头就是多险我,孤儿没钱是福薄。 我这个人呢,最好就不用太过信命中早注定。 爸爸,你看啊,世人全部都是为了拜金而不顾一切的。 我们如果太清高,就等于自杀。 我应该先去求学,赢得时间,才有可能有拜金的机会。 这一样我做得对了。 我读的政治经济学文,现在已经完成。 我领会了政治经济的一意,我要立即去拜金。 我已经明白,我们穷困的人太危险了。 不过,爸爸,你放心。我绝不会做坏事。 做坏事是最规本的行业。我会顶天立地地看面做人。 不过,你告诉妈妈,我早已经不是那个弱肉任人宰割的孤儿了。 丁山讲完,急急又出了门。 无奈又担心的丁思远,在门口目送了固执又坚决的儿子消失在远方。 原来一个月前的丁山,他身上只有十元鸡,就进入了人海茫茫的三佳六市,开始闯天下。 他从早到晚,在那儿看这样,看那样。 见了很多人做七十二行,生意有贸易,也有加工,兼各种零售买卖都有。 白天过去之后,还要太阳会下山的。今晚归宿何处呢? 丁山早就打定了主意,瞄准了肉菜市场。 那个市场开市那时,就实是人头涌涌,好逼劫,叫卖声不停。 加上个个交易,实要讨价还价,怕死对方听不清楚。 人人都变成了抹大喉咙的大声公,大声婆。 这个地方,何时都是震耳欲聋,而使得人心烦之极。 不过收市之后,就大不相同了。 立即又变成了无人驱。 剩到小小蚊虫飞过那时,都会觉得奇响声巨大。 分得出,哪一只是痴虹蚊子,而剩得可怕。 现在一心要闯世界的丁山,他看中了又骗又臭的一张牛肉桌。 这张桌呢,日头是卖牛肉的厚木摊档。 墙边就写着牛鸡牛肉。 到天黑身手不见五指那时,丁山就立即上了牛肉摊桌去睡觉。 但是好梦不长,刚刚睡着,忽然间听见有人骂。 吓死了,你快去我把床铺干什么? 放起来,把食肌虹。 被惊醒好梦的丁山睁开眼,向四面看。 啊?真是奇了。 刚才还有很多的牛肉桌,猪肉桌都没有人干顾。 为什么现在已经全都睡满人,直无虚切,人满为患? 丁山现在被一个四十多岁的南乞丐用力扯著。 来来来来来来,你为什么为我遵障? 再不起床,我就打死你。 兀死能登的乞丐佬,撕着钻头做武器在那儿大声叫。 丁山见到这样,心想是自己理亏。 突然醒起,只有解決的辦法,就很鎮靜地笑著說,老兄,老兄,你不要這麼怒吵,不要哭打哭殺,有事慢慢商量,我倒不如這樣吧,你先把牛肉桌子給我在這裡睡,那晚晚我就給你一個童仙,怎樣啊? 那個好兇死的乞丐佬,聽說每晚都給他一個童仙,嘻嘻,立刻扔了準備拼命打鬥的石頭,笑口細細了,嘻嘻,那好啊,那好啊,那好啊,乞丐佬接過童仙之後,立即轉路變起,哦,好有米啊,你,嘻,那我們就是梁山好漢,不打不相識,嘻嘻,那明晚我就早點回來收童仙, 那就不會阱你老兄,睡好覺發好夢了,對吧?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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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乞丐佬好歡喜地走了,丁山立即又繼續睡在牛肌牛肉攤檔裡,丁山自從燒了那個乞丐佬霸佔的床鋪之後,總算有個固定睡覺的地方 如此经过三日考察 马不停蹄已经行混了很多最下层人堆 要寻找争食蜡烛于贫困极瘦之地 最后就决定用三蚊鸡 向自己晚晚睡觉的当主牛忌老板 买了一件牛肉 跟着等等声跑到来这处没多远的一座山神庙里头 开始使用半蚊鸡买来的一把旧刀 在石头上磨得锋利无比的 很快去将牛肉的刺繩厚薄适中之后 再用刀背将牛肉底面横直 认真地除了两次之后 加入豉油、盐、糖、青蒜汁、辣味等等 用力慢慢搓半刻钟 再用自制竹签一件一件地串起 就成了牛肉串 又将昨晚的垃圾堆里执来的一只手腕旧炭炉 拿木炭烧着 一个时辰之后 丁记牛肉串流动档 已经出现在一间小学校门口外边叫卖了 大概是由于嘉年物美烧制特香 在太阳还没落晒山 天未黑之前 我都一寸寸的烧烤牛肉已经卖过青光 高兴的丁山 在山神庙里头没人知乎的时候 将全部所卖的钱盘点一次 结果自己忍不住笑出声 原因是 早上用三元鸡做本金 现在居然变出了十三元 突然又醒起 钱财绝不可以露眼 当机立断之下 留回三元做资本 明天再买三元鸡牛鸡牛肉 制作牛肉串 其他的钱 就暗中收在庙宇里头 庄然天神的脚底下 一个小孔 用如此神不知鬼不觉 最古老的存钱方法 果然行得通 到了二十日 这个公读政治经济学已经不已 经考试读府确认是 优良有用之材的人 到底为何 要这样作战挨苦 做那些好多人 健而怕怕的生涯 今天晚上 那个四十几岁的乞衣佬 他照惯例又来到夜间 是丁山的床铺 日间是牛鸡牛肉台前 收取租金 丁山给了童仙 突然间对乞衣佬就说了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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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我的生意要發展,我已經租了一個小檔攤,那裏可以製作牛肉村,還能夠睡幾個人。 那我雖然不租你這裏的床板,丁先生忽然笑對黑衣佬說,我看你這個人還算是個人。 你收了我的同仙,又說心甘情願提早來幫我打掃清潔床鋪,清除牛肉桌上的臭味垃圾。 嗯,都算是人講的說話。 我雖然不再遭用這種睡覺的床鋪,不過我可以請你做我的伙計,幫我做事。 我保證你有得吃,有得煮,你肯不肯? 是呀,黑衣佬聽說要請我做伙計,即時就開心到整個彈起了,急急問, 哦,是不是真的?老大哥,太好了,太好了。 一經講妥,幾日後,丁先生終於帶著那個四十幾歲的黑衣佬, 到他新租來的路邊是爛攤檔,又是爛鐵皮屋的木屋仔。 丁先生就問,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黑衣佬就行了。 哦,回老大哥說,我叫做米河。 是誰米,誰河? 我呀?我不懂寫字,又不懂認字。 聽人家說,怕是大米的米,河水的河。 你從來沒讀過書嗎? 呃,我阿爺,我老爸到我,都未曾錄過書,所以就不懂認字。 那你還有什麼親人呢?米河。 說,不要啦,我亂打仗,外國飛機一來,落炸彈, 叮叮叮叮叮,在地上開了花。 除了我一個沒死,其他,全家窩可了,死了。 啊,丁先生聽了,沒有答話,過了一陣,他才指著爛鐵皮屋裡幾個字講。 米河啊?你看那裏上面寫的是,丁記考牛肉。 丁字是最容易認的了,最簡單。 以前我都是目不識丁的。 好了,好了,以工作無關的說話我不說了。 從今天起,你我一起做事,什麼都要聽我的,我不會虧過你的。 我做事就是要講計劃,質量是最重要。 因為食物是入土的東西更加重要。 我們幫人做事,要問良心。抬頭三尺有神明,不做得虧心事。 食物要非常乾淨,不可以有骯髒的東西入土。 又要記住,每寸牛肉多少件,每日製作多少寸,我自然會規定好。 做好之後,你我各人,一人有一個考勞拿去賣。 米河,如果你把賣的錢拿來走老,那你就會永遠失去這份工作猜事。 那筆錢不吃得多久。 米河,千萬不要因小失大。 米河就方塞塞地說了,丁大哥,你給我定,我不是那種人,我一定跟著你,老老實實做人。 丁先生就說,好吧,我們大家好致為之,做事吧。 好了,今天就講到這一點,肉之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丁記烤牛肉當,轉眼三個月,丁先生帶著的手下,全部都是無家可歸,到處流浪的苦命人。 前後未到一百日,已經發展成擁有十個伙計。丁記肉串因為銷量大增,每日要吃很多牛肉。 聰明的經營者,已經不再向牛記牛肉當二度反之進貨了,而是直接在湯牛的徒場向批發商進貨。 那肉質更加新鮮,又降低了成本,有利於丁記烤肉,多賺錢。 發展很快的丁記牛肉當,過了沒多久,變成了三十多人的隊伍。 手下有三十多人的老闆丁先生。 人家看他,肯定是個發財多多的老闆。 不過奇怪的是,丁先生越來越感到不妥。 其原因呢,是很多伙計各自分散出賣的牛肉串,不知怎麽搞,慢慢都會賣不出去。 好心腸的丁先生立即便會說,那既然賣不出去,肉如果流到明天,一定會壞,不如大家吃掉它。 大班伙計聽說有得吃,個個暗中歡喜都心照不酸。 今日你們三個人有一堆賣不完,第二天我們幾個人又有一大堆賣不出去。 做老闆的丁先生,雖則是大學畢業,攻讀政治、經濟,又精通歷史,考試十分出色。 督府看中他是當官的好材料,要破格晉升,好有才華的當官材料。 不願當官的丁先生,今日親自感受,有眼見自己以前一個人去賣牛肉串的時候,一日會賺到十元的。 那十個人一日就應該賺到一百元,三十個人去賣的話,一日應該賺到三百元。 但是丁先生他發現近來越人多,賺錢越少。近來這十多天,根本沒有賺過錢。 最近這兩三天,不止不賺錢,令到當初做老闆奇開得性的丁先生反而要賠錢。 就是這樣。丁先生眼見這群人馬,從來又沒有一個會將賣肉串的錢財,夾戴司徒。 但是現在三十幾個人,個個都變成肥頭疾耳的樣子。 連行路都變得很慢,很穩重。 日子久了。 哦! 丁先生終於明白了。 手下三十幾位兄弟,個個原來受到肩骨。 現在因爲食多鬱少,人人都好懂得對自己身體保重。 做老闆的丁先生,因爲勞心勞力,擔憂變成憂手。 人人都懂得補重。 唯一的丁老闆,他就補不了重。 因爲憂瘦,好像先鋒肚骨。因爲憂瘦,而行路飄忽不定。 肥和尚的瘦方丈,又好像學納豬裙一樣。 有一天,那位聚老資格的手下伙計米河,睡完五歲,就剛醒了。 丁先生笑笑口吻。 米河啊,你睡醒了嗎? 米河打了個喊怒,才慢慢回答。 米河啊,你睡醒了嗎? 米河啊,你睡醒了嗎? 米河啊,真奇怪了。 丁大哥,我們這些兄弟,每個人都不話。 吃得飽飽之後,立即兩眼會困。 肚餓之時,馬上又會頭暈。 相信丁大哥老闆你都會這樣,是嗎? 請問丁老闆,你讀書又多,又有見識。 快點告訴我們,究竟是什麼原因。 逼著道氣的丁先生,笑笑口說。 我讀的那些書,從來未見過這些道理,我也不知道。 我什麼都不覺得。 剛剛說到這件事,突然有三個兄弟,拿著很多牛肉串回來。 一進來,三個人就好像棄子念陀詞一樣,異口同聲話。 丁大哥,這些牛肉串實組是賣不出去。 我們三個人想早點開飯。 我們三個人吃完飯,晚餐想早點出去玩。 又悶又煩的丁先生就不想說話了。 不過,始終都是要說的。 啊,好啦好啦好啦。 你們將賣不出去的牛肉串放在那裡,去吃飯吧。 那三個人縮走了。 丁先生就覺得奇怪。 發現自己的牛肉串好像變了羊一樣。 於是就細心看真一點。 每寸二十塊兒子,現在每寸就變成十五塊兒子。 奇怪的事,陸續有來驚。 過了一刻,又有三個人,像先頭的那三個這樣。 認真看一看,賣不出去也跟先頭那三個人的一模一樣。 每一寸就少了五件。 丁先生心想,哼,這樣的車輪戰術。 三十幾個人對付我一個。 看來大有當年韓信打項羽的十面埋伏,中間突破。 楚霸王的軍隊就越來越少。 最終要在烏光當中自殺。 他又想了。 唉,今天我定期幾十流動牛肉攤檔。 再想不出好辦法的話。 同樣不用兩三個月, 我丁某人一定會蝕到眼督督,蝕光蝕正。 不是自殺,而是餓死街頭。 看來這群該死的烏合之中真是可惡。 他想呀,想呀。 咦? 仿然大案了。 你們人怎會這麼無良知的? 不過怪他們也不對。 老實說,是我自己沒有本事帶好他們。 起碼沒有一套可行有效的手段管治好。 我讀的政治經濟學本事去了哪兒呢? 吃完飯, 丁山就要自己盡快想出一套自你牛肉串攤檔, 和幾十人的長遠出路。 趕快又找了那一套江湖十八本正道與邪術鬥法本事的參考書出來。 書裡頭自有分成上九流與下九流,三教能否自九流的。 看書, 看書, 一路到深夜。 丁山就決定使出以退為進的辦法。 那套辦法叫做什麼呢? 叫做各之將亡必有小喜。 既然確定了, 第三日, 丁山就對那幫手下伙計, 又是吃碗面反碗底, 雜七雜八, 鼠涉狗偷, 乞衣佬行列。 他對所帶的全部人馬, 全部都是社會最低層的人物。 他高興地說, 各位弟兄, 說個好消息給你們知道, 我有兩個朋友邀請我到外地做其他生意。 我想要你們現在各就各位, 你們好聰明好聰明的, 個個都已經做得好不錯的了。 我決定由明天開始, 你們所賣到的錢就不用再交給我, 你們各自去牛記買兩三元牛肉回來, 自己製作,自己拿去賣, 賺到的錢就歸自己所得, 自己享受了。 現在暗字偷笑的丁山又說了。 簡單的說法就是, 自賣,自賣,自作,自售。 我會在出門的時候, 再每人送兩元給你們, 看你們各人好自為之。 眾人聽了, 有這麼多好處呀? 開心到什麼呀? 大聲叫, 啊!好耶好耶好耶! 丁老闆, 丁大哥, 你真是夠義氣呀! 好了好了, 我們一定是自作,自售, 自己享受! 哈哈哈哈哈哈! 第二, 丁山果然, 人人派兩元, 搭錢之人, 個個高興, 目送著丁山, 帶著簡單行李出門了。 在說, 丁山走了之後, 他那班伙計呢, 歡喜若狂呀! 人人立即實現了自己做老闆的滋味, 用丁山給自己的錢, 去買牛肌新鮮牛肉回來, 立即動手, 各思各法, 製作變成一片片加入料醬汁之類, 這樣就成了自己認為, 是世界上最美味的牛肉村。 有了如此的好東西, 一定會換來大把錢的! 人人都以為, 從此錢財呢, 定會積小成多, 自己變成財主, 只日可達呀! 怎知一一日之後, 各人的本錢, 不止未日見爭多, 反而見得日有所虧, 本錢縮水得愈來愈快, 原因是食本加虧本呀! 套套第五日, 三十幾人, 早已經沒有本錢再牛肌牛肉當到進貨購買生牛肉了, 看白不用三日, 個個就會立即斷摧餓飯, 急中生節的三十幾個兄弟, 將剩下唯一的跌那麼多錢, 夾粉再買進牛肌鮮牛肉, 很快七手八腳, 又製成了牛肉串, 最後一數, 只有五個人開檔, 因為人太多, 牛肉太少, 叫誰拿去賣呢? 於是, 三十幾個人, 你推我, 我推你, 推來推去, 遲遲未能出門, 又變成一條紙手畫腳, 嘲嘲閉, 這樣嘲嘲下去, 有大打出手的可能, 眼見銷屬的牛肉串, 無法成行, 拿出去變錢買米食, 十分為難的時候, 還是老資格的米河有辦法, 他忽然間說,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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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不要這麼怒吵, 不要你罵我, 我罵你了, 我們當家的大哥丁山, 他不在一起, 你我都是一樣高一樣粗, 誰都說不到事的, 還有我這個人, 和你們一樣, 大致都不識者, 計我說呢, 我們大家不如抽籤, 撞一下彩, 這裡總共有三十五個人, 就用三十五條, 串牛肉串的竹籤仔, 其中呢, 有五條拿刀戒一下, 做了一個記號, 之後就全部混亂了, 再用一塊爛布, 蓋著這一邊, 只是隔出半村牆, 這個辦法, 誰都不會再看出, 哪條竹籤有事做, 一人就潛一枝出來, 看看哪條籤不用做事的, 這樣就叫做天災人禍, 國安天命, 好不好啊? 眾人聽完, 想了一陣, 都覺得黑衣佬出身的米河主義幾好, 所以眾人七手八腳, 一陣風般弄好竹籤, 立即實行抽籤辦法, 無奈, 爛屋裡傳出一陣陣的叫聲, 抽完籤, 其結果是有三十個人, 拍手大叫, 好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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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命洗好, 留在家裡睡大覺, 等飯吃, 嘿嘿, 你們五個東西就不幸運了, 快點拿牛肉串上街賣吧, 嘿嘿, 抽籤賭輸的那五個人, 現在沒什麼好說, 死死地戲玩著燒火炭爐上街叫賣牛肉串, 兩個多時辰之後, 五個人賣了最後那一串牛肉串, 將所得的錢, 又趕快去進貨, 不過去買進的貨, 已經不是牛肌新鮮血淋淋的生牛肉, 而是現在人人都吵著要等米落獲的糧食, 如此的好日子, 又過了兩日, 聽見有人說了, 嘿, 財來自有方, 就不必太猖狂, 我們努力等了, 等丁老闆快點回來是啦, 不過懷疑, 看怕那些糧食又不夠食, 到了緊急關頭, 米河又獻雞向大家說了, 喂喂喂喂喂, 今天的米不夠了, 煮粥啦, 食粥會飽一點的, 怎樣啊? 大家冤香的臉口說, 嗯, 我們都知道了, 快飽之後是快餓, 已經是騙大家口見肺的日子了, 沒辦法啦, 馬死落地行, 煮粥食呢, 從此食粥到日咯, 有一日, 看太陽就快到中午, 三十幾個大食欄還在睡著冷覺, 每個人都閉上眼, 知道心很靈醒一下, 忽然聽見爛屋爬外面, 有個人慢慢躲進來, 人人都以為是丁山老闆回來啦, 今天會有得吃啦, 啊, 伸開眼看, 哎呀, 好失望, 進來的人呢, 不止不是救世主和善可親的丁老闆, 而是凶惡威嚴三角眼的屋主, 這間爛屋的屋主, 入了屋之後, 登眉凸眼地全屋一掃, 望南, 望北, 再望東, 望西之後, 爛屋的屋主眼為一瞳, 舖口大罵啦, 沒有人會死的啦, 啊, 輕噴噴的牛肉燒烤泡, 都變成淚滿死屍的死屍房啦, 本地口音不准的惡屋主, 他重複罵了三次之後, 見未有人應聲, 現在他又若有所思, 急急數下自己十隻手指頭, 一共數了三次,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數下數下, 沒有再出聲罵啦, 來回騰來騰去, 看樣他不想再罵人啦, 又暗暗沉沉地說, 這個月頭的舖中, 原來還有三日才到期啦, 屋主自己問自己, 還睡覺三十五個人窮失去七分治的人, 個個聽得清楚明白, 就是沒有人敢說一聲, 一群合上眼聽惡音的人, 等了一刻幾鐘之後, 因為再沒有聽到惡聲惡氣啦, 慢慢才好奇放膽, 增了一絲眼縫, 再看清楚的時候, 個個屋主已經走了很久啦, 原來罵人的惡屋主呢, 今天來到想收鋪租, 同樣不會認知的惡屋主, 經過掃手之頭之後, 終於明白, 今天是未到收租的日子, 知道自己理規的屋主, 就不再罵人, 縮走了啦, 他出了那間, 沒門的屋之後, 已經不知去響, 現在炸睡真肚餓的人呢, 就個個都有氣無力, 誰都不想說話啦, 過了一陣, 卻之有人就哭喪地開聲啦, 那個人說, 米河, 不見丁大哥回來, 我們自己的本錢一早就吃掉, 不用生日, 那個好惡, 又絕情的屋主, 一定會再來過, 到時一定會用噱頭掃把, 我們扯都行啦, 你說, 現在每晚都下大雨, 我們沒有啞遮頭, 離開了這裏的話, 又餓又凍, 怎麼做人啦, 我們還不變成餓屍骨嗎, 慘啦,慘啦, 看來丁大哥, 他一定不會再回來啦, 因為我們這裏的人, 個個都吃碗麵飯, 碗底都不是人來的, 搞到他日日虧本, 說了就說啦, 丁大哥都算會做啦, 臨走的時候, 他還給我們每個人兩元雞做資本, 又教會我們謀生, 唉, 想起來, 丁老闆, 真是天下第一好人啦, 現在我們都混不下去啦, 唉, 今天樹倒湖宣散, 太慘了, 總之就是太慘了, 這番說話, 令到很多人聽了都有同感, 認為很有道理, 丁大哥一定不會再回來啦, 我們全部都是賤骨頭, 唉, 事到如今, 還有什麼辦法呀? 好啦, 今天就講到這句話, 肉之厚是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又過了一天, 已知絕望的三十五人, 最後決定是明天早上離開這場, 分別上路做乞衣, 各自謀生。 看來, 誰都猜不到, 剛剛天亮沒多久, 離遠有一個人, 慢慢地向著這間無門的大爛屋走過來, 那班因為多日沒有米落土的人, 個個都認定, 凶惡絕情的大爛屋屋主, 來趕他們走, 人人都絕望說聲, 我們走啦。 怎知, 越走越近的時候, 發現那個, 不是一味罵人的惡屋主, 他是丁大哥。 慢慢向前的丁山, 一走入大爛屋棚, 那班早就餓到有氣無力的三十五個人, 現在見到救世主回來, 更絕望的人, 要一下蜂擁而想迎接丁山。 出門多日, 忽然回來的丁山就笑著說, 各位兄弟, 不用客氣, 不用客氣, 該坐的請坐, 該睡的繼續睡, 伸直兩隻腳睡。 最興奮的米河, 他叫得最大聲說, 丁老闆, 如果你再不回來, 我們一個一個, 實會沒有飯吃, 好快就永遂不起來了。 眾人就應聲說, 是啊,是啊。 入門不問名夫事, 一看神情就了知的丁山,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 米河, 你老兄一日書都沒念過, 今天說起說話來, 怎會有這麼好的文采呢? 怪了。 哈哈哈哈哈哈。 開心大笑的丁山, 剛剛想問他們近來賺錢的狀況, 眾人突然一個一個跪低, 現在好像要選出了米河做哭訴代表, 只要米河就說, 自從你老闆走了之後, 我們都以為從此發達了, 誰知日日生意都經營不善, 丁大哥你原來給我們的本錢, 不用多久就吃光了。 米河將餓飯的情景, 由遭惡屋主臭麻的事, 訴說一番。 現在激動的米河, 他代表著眾人的意願, 只要丁老闆你繼續肯帶著我們全體人馬, 我們從此保證老實聽話, 勤力做事。 米河的一番話, 丁山心裡頭就暗暗高興, 明白以退為進的軟辦法, 現在已經變成了硬手段, 今天已經生效, 呼合之眾, 同樣是可以組織得很緊密的, 這樣要靠自己的本事。 半日之後, 丁山宣佈現在最重要的是開飯, 飯後再公佈從此如何合理分工, 日日整頓, 大整頓之後, 好快生意晶晶日上。 這班經歷過餓飯的人, 已經很明白事理, 特別守規矩, 不怕辛苦, 主要是有了鐵的掌罰制度, 使得本來很壞的人都變成了誠實可靠。 米河等人就問, 丁大哥, 奇了, 我們各人自己分散做生意, 為何會虧本呢? 丁山就說, 原因很多, 其中原因是你們力量太分散, 製作味道不好, 食客試過不再回頭, 賣出難得手的時候, 你們只知道降價出賣, 這樣做法就會沒有了優勢, 零碎進貨購入的新鮮牛肉價錢又貴了兩成, 所以賺不到錢就成了虧本, 你們的本錢一下就沒有了, 是很自然的事。 丁山雖然好心盡力指出虧本的原因, 和賺錢學問說了很多很多, 不過米河等人照舊是不明白, 又自作聰明地說, 老闆自有老闆的好命水好風水, 總言而知很多技能呢, 我們學會明白都沒有用的, 只因我們個個的命水是注定賣鹽都會生蟲的人來, 一定要有丁大哥帶著才行的。 丁山就說, 不對, 你們個個都應該學技能。 由下個月起, 你們三十五個人, 每個人都要帶五個徒弟, 之後每個人都會得到好處。 未夠兩個月, 果然有了大發展。 有一天, 大爛屋裡集中了一百多人。 二十幾歲的丁山, 他今天以老闆的身份, 站一塊大石頭盜, 站遠一點看, 現在明顯比眾人高, 而出人頭地。 只見丁山大聲地說, 各位合作兄弟, 但是, 我們有幸今天可以全部在這兒相回。 這樣就說明了, 我們全部人都是有緣份的人, 才可以走在一起。 我們大家在一起, 為了什麼呢? 當然是為了生存下去。 我們個個都知道, 日求兩餐, 夜求一宿, 很不容易。 如果是容易的, 就不會經常在路邊有人餓死。 如果我們要找一個餓死的人, 隨便哪天出去找都很容易找到, 而且一定會找到。 我們如果要找一份有飯吃的工作做, 就好像難過登天。 各位兄弟, 我有沒有說錯? 眾人一起大聲地回答, 沒有, 老闆說得對呀, 很對呀。 丁山繼續說, 我們大家都是因為無依無靠, 所以會淪落到如此悲慘地步。 有緣份的人, 我們既然來了, 在一起, 就能夠互相依靠。 互相有了依靠, 就能夠形成優勢。 有了優勢, 才可以有力量。 各位兄弟, 我要告訴大家, 什麼是優勢力量? 比如, 一兩隻食飯的竹木筷子, 你可以隨時用手一咬就咬斷了。 如果是一大堆的筷子, 這樣就沒有人咬斷了。 這就是集中起來的優勢和力量。 我們大家集中在做什麼呀? 當然是要做正當行業生意。 什麼叫做正行生意呢? 通過勞作, 有人願意買我們的勞作, 我又得到一些利益, 互利之後, 就可以繼續, 這樣就叫做生意。 各位兄弟, 現在七十二行生意都人滿為患, 根本就沒有空間位置給我們, 這樣就有眼見的事來。 我們為了爭奪, 就必須出奇制勝。 人家做不到的, 我們要做得到, 這樣就出奇。 燒牛肉串這種做法, 食法, 是我丁某人發明的。 這些小發明, 因為有利可逃, 現在已經有很多人跟著效仿, 有樣學樣, 照著我們這樣做。 我估計這個行業的做法, 因為太簡單, 小本錢就做得到, 很快就會出現很多人削價欠食, 便宜賣。 如果我們一成不變, 到了明年, 我們就不會再有得吃。 為了保住有得吃, 要再出奇制勝。 從下個月開始, 我們要將一批批活牛買回來, 請專人湯牛。 這樣做法, 就會得到最便宜的牛肉。 同時, 會降低很多成本。 這樣做法, 才可以保證我們有利可逃, 又便宜又靚的食品, 由此出現。 各位兄弟, 由於我們共同合作得好, 我們早就變成了大販了。 那些小販, 從此不能搶走我們的飯碗。 我們做生意的辦法要高明。 下個月的牛肉成本更加便宜, 牛骨, 牛皮, 牛雜又賣到錢。 下個月, 我還會租多點店舖, 煮香噴噴的牛骨湯, 老汁美味的牛雜同時上市。 還有成本很低的牛皮, 自不然皮鞋廠就會向我們買入, 這樣做法就更加有優勢。 因為活牛最便宜, 我們將牛直接進入嘴裡頭, 立即變成最貴。 我們將最便宜到最貴, 等於成本最低又好的東西一定好賣。 我們的和利一定是很可觀的, 這樣做法還有很多好處。 大商家他們遠方牛販做不到。 我這種斷斷續續的全套生意, 小攤販他沒有本錢就更加做不到。 這種特別麻煩生意, 做法需要兩本。 各位兄弟請聽著, 兩本, 就是本錢加本事, 脫一不可。 有了本事加本錢, 遠遠還未夠。 做生意做工, 想補飯碗發財, 要補著長期有飯吃。 最重要的是本心。 本心就是良心。 沒有良心的人, 誰人都怕怕, 不敢接近他。 沒有良心的人就是最危險的人。 有這樣壞心腸的人, 做什麼都不會有好收場。 古聖延祖就有教導。 黑莫成家, 里無狗享, 天地不容。 做生意, 就為人家做事。 心腸不好的人, 是建立不到信用的。 這種人所走的路, 一定會越走越窄, 最終是絕路。 各位兄弟, 想走活路, 長期有飯吃的路, 可以養妻活兒的路, 就要學會有良知好品行, 才有望實現。 有人說, 商人要奸, 奸商容易發財。 那就大錯特錯了。 兄弟本人不敢講自己, 讀書破萬卷, 好色經商做生意。 但是古今中外, 事實亦早已講得明明白白。 達人心者得天下, 失心者失天下。 忠厚誠實明智的人, 才有望成功發財致富, 起碼容易改善全家人的生活。 有好心腸的人, 才最有希望, 光耀祖宗。 這樣的好人, 才有人願意接近, 而追隨左右。 我還記得聖賢書教導說, 富貴出於禮義。 各位兄弟, 你看多重要。 禮者, 即是罪嚴的規和法律。 這種人最注重守法, 要免、自尊。 義就是仁義, 有義氣, 善良待人。 任何時候都不得損人, 不會損人。 君子要成全人之美好, 不成全人之惡行。 小人, 便會反其道而行之。 丁山最後講了。 各位兄弟, 我們這個隊伍, 是來自人海最低層。 我們勞動力有的事, 我們做到很多勞作。 不懂的技能, 經過學就會懂得。 天下沒有永遠學不懂的技能。 我們的人馬, 全部都是沒有推路的哀兵。 孫子兵法的兵書早有魂。 特定條件之時, 往往愛兵得勝。 現在的丁大哥, 講到得勝。 這裡在場, 所有人, 立即起了共鳴, 又大聲叫, 好! 好! 對呀! 對呀! 我們本身就是乞衣家同鬼, 我們要永遠跟著丁大哥, 齊齊改了行。 說多好就有多好, 日後還有很多好日之歌呀! 經過訓練的一百幾號, 雜七雜八人馬, 成了初升太陽, 發展順猛, 暫且不提了。 回頭再講丁山, 他的父母丁思遠, 高月明二人, 每日照常出門去工作。 日落後, 有萬家燈火時, 才可以歸家。 夜晚飯後思念兒子的父親, 對妻子高月明就說, 唉, 丁山這個兒子, 幾個月頭都未見他回來, 每個月只寄一封家書, 除了報平安之外, 就算他什麼都不說, 或多或少, 都會流露出為有拜金多壯節的舉動傾向。 丁思遠自言自語地說, 是呀, 他學的政治經濟大學科, 雖然學得出色, 我很擔心他現在用非所何, 豈不是可惜。 高月明就說, 這個兒子他做事很專心專志, 他十文雞闖蕩江湖, 怎會不令人擔心呢? 父親丁思遠突然成高興的樣子說, 明天是禮拜日, 說不定兒子會回來看我們。 高月明說, 我也是這樣想啊。 第二天, 夫妻二人每一刻都掛著兒子, 說兒子馬上會入屋, 叫一聲父母的了。 午時過後又過了很久, 依然未見兒子入屋, 知道他今天不會回家了。 突然門口外邊有人叫了, 原來是送信的郵差佬, 高月明, 快拿師匠出來, 收瓜號信啦。 很快, 高月明收取了瓜號信, 看真的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是貴賓請帖? 是自己老闆張董事長夫婦合請帖? 直接帶東門大酒店何花大屋來。 第二天, 身為張董事長家庭教師多年的高月明, 回到張公管書屋上課。 我將請帖寫明的日期, 過兩天就是豪門夜宴赴宴之夜。 張董事長和夫人他們, 往往兩個多月都不會來書屋一次。 有些心急的高月明, 這時沒辦法想出向誰打聽, 為什麼要請本家庭教師出席如此高貴宴會呢? 很艱難, 又等到下午, 望下天, 大概再過半個時辰, 太陽會全部下山。 十幾年如一日, 日日傾盡全力教學, 要令廢鐵變成好降的高月明。 他忽然聽見大書屋外面有人叫高老師, 看著看著, 原來是張董事長的商務近身師爺, 杜盧寬。 張董事長很多屢外事務, 往往都是由他出面幫辦。 習慣滿面笑容, 做事勤快的杜師爺, 現在聲道人道。 高月明就客氣細聲說, 杜先生, 麻煩細聲一點, 兩位公子在看著書。 道師爺聽了小聲小笑話, 我只是說一句話。 夫人吩咐我, 特別告訴你, 收到請貼, 無必按時出席至大東門大酒店。 說簡潔的道師爺, 說完一句話之後, 有禮貌地立即走出大書屋。 日子過得快, 一日後說到就到。 張公館家庭教師高月明, 當日下午疏洗完筆, 換了一套稍微新一點的衣服, 醫藥到達了本地最有名氣, 晚上客到處好像日頭一樣, 光輝四射, 皇宮一樣宏偉的大東門大酒店。 高月明拿著請貼, 進了酒店, 向招待主任出事。 昏文有禮的新高藍招待主任, 看了請貼之後, 就在前方引渡。 走了很多路下, 先去到名叫大河花屋, 自成一統天下的燕匯廳。 有時忽然有人叫聲, 高老師請入。 原來道師爺早就在這裡恭候客人。 高月明未坐下, 忽然聽見迎賓客, 眼快的道師爺, 知道重要客人到, 一個戰步就騰騰聲跑出去, 唯恐迎接不得力。 高月明這時, 也見到來者是誰, 即時心中一驚, 對自己說, 天啊, 這樣的大人物剛臨, 又不知誰當災了。 喏, 究竟是什麼人物到來, 有什麼災難? 欲知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別小禮那些明天, 他叫人物都在這裡呼籲。 我愛你, 你配合你很多人在哪裡。 我愛你但我愛你。 我愛你, 你愛你, 你愛你。 我愛你的人物。 唯砸地獄。 我愛你。 我愛你的人物。 我愛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